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者答道 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们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 东西要放整齐 吃饭前要洗手 午饭后要休息 做错事情要表示歉意 要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 从根本上说 这些就是我学到的全部 是在幼儿园 有人问一位著名学者 您在哪所大学或者哪个实验室 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回答说 是在幼儿园 在幼儿园学到了什么 学者答道 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们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 东西要放整齐 吃饭前要洗手 午饭后要休息 做错事情要表示歉意 要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 从根本上说 这些就是我学到的全部 在幼儿园 有人问一位著名学者 您在哪所大学或者哪个实验室 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回答说 是在幼儿园 在幼儿园学到了什么 学者答道 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们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 东西要放整齐 吃饭前要洗手 午饭后要休息 做错事情要表示歉意 要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 从根本上说 这些就是我学到的全部